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这次的原因却不同寻常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各大工会表示 购买力 工资 养老金 和最低社会保障金的增加 将成为抗议活动的核心诉求 预计周五在法国近200个城市 将会举行抗议游行 工会领袖苏菲比奈特 在法国国际新闻电视台上呼吁说 我们需要人满没换 他补充说 我认为法国人非常愤怒 他们心里明白 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 除此之外 关于男女平等 气候变化和公正的生态转型的担忧 也将成为焦点 此次抗议活动发生在 阿玛尼·阿尔玛克龙承诺召开的 关于低工资问题的社会对话会议之前 仅三天 至于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取消情况 预计将会非常普遍 法国三大铁路工会组织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 所有铁路工人 于10月13号举行罢工 并参加抗议活动 全国汽车工会联盟 随后也加入了这一呼吁 这次抗议活动吸引了各界的关注 将会成为法国社会议题的热点 工会们为维护职工权益 而共同发声 这也引起了民众 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注 在巴易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本周美国股市的不确定性 与日俱增 三大股指在开盘时均有所下跌 但随后在交易日结束时 均有所上涨 由于高利率和高通胀 带来的恐慌性市场 以及上周六开始的持续巴易冲突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三大股指 在周一开盘时全都开始下跌 然而 多位美联储官员在当天晚些时候警告说 美联储今年将避免加息 这增强了股市的预期和信心 使得三大股指在周一结束时 全都上涨 能源股大涨 马拉松石油公司 周一涨幅超过6.6% 西方石油公司 周一涨幅超过4.5% 然而 由于飞往以色列的大量航班取消 美国航空业受到打击 包括美国航空公司 联合航空公司 和达美航空公司在内的几家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股价 跌幅都超过了4% 国际油价在上周大幅下跌后 于周一反弹 七德克萨斯中置原油和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均上涨超过4% 价格上涨的原因是 人们担心位于石油资源丰富的 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 以及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可能会影响石油市场 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 周一大幅飙升超过12% 原因是 齐铁龙公司关闭了 以色列的一个天然气田 由于投资者转向美元 黄金等避险资产 周一美元指数也出现上涨 国际金价上涨超过1%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 加沙城的建筑遭以色列空袭后 升起浓烟 当地时间11月11日 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 巴以新一轮冲突已经导致巴勒斯坦方面 1128人死亡 其中加沙地带1100人死亡 5339人受伤 约旦河西安28人死亡 150人受伤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 冲突造成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 超过2700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已造成双方约2300人死亡 另有超过8000人受伤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 以色列南部的加沙边境附近 一门以色列军队的自行榴弹炮开火 以色列于10月8日对哈马斯宣战 此前哈马斯发动了海陆空三军袭击 哈马斯激进分子跨界发动的袭击 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 是加沙地带75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 2023年10月11日 加沙地带 以色列的铁穹反火箭弹系统 拦截了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 10月11日 以色列继续轰炸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与反对党国家团结党领导人 甘茨当地时间10月11号发表声明称 经过数日谈判 双方就组建紧急联合政府达成一致 以处理战时事务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 加沙城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激烈战斗进入第五天 以色列轰炸造成的烟雾笼罩在海港上空 2023年10月11日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当地时间11号下午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遭到火箭弹袭击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 卡桑旅随后宣布 对机场所在的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火箭弹袭击 受到袭击影响 本古里安机场已经暂时关闭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0日 加沙城 卫星图像显示了当地遭遇袭击后被摧毁的住宅楼 据美国民间企业麦克萨科技当地时间10号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加沙地区的街区已经整片焦黑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